一张卡片置入i5D晶片模组 轻轻一碰就可以轻松付款 而5D技术的应用散布在你我生活之中 从公车车资超上付款门禁管制到食品安全 R5D结合无线传输可重复读写与轻薄的特性 使得它的相关应用持续扩增 商机更是值得期待 这些技术基本上都是所谓用高频的技术 我们叫做HF的R5D的技术 所以它的感测距离非常的近 近到说只有一公分或者一公分不足 那其实在公务院大概在5年前左右 我们认为国内在HF或者所谓高频技术这一块 R5D的这个技术相当成熟了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布局 那时候国内几乎没有业者在做的UHF RFID 那这是所谓的超高频R5D的技术 它使用的频端是900MHz附近 那也有800MHz的技术 那相较于所谓的HF频段 它的频率是13.56MHz 所以是高了非常多倍 那它给这个应用上的好处 也就是它的感测距离 可以由原来的一公分可能增据到一公尺 甚至看如果是有源主动式的R5D的晶片的话 它可以增据到10公尺 所以说就是扩增到它的原来的应用情境跟使用范围 超高频UHF RFID具有可快速读取资料 资料存取量提升 与存取距离拉长的特性 使得它成为客制化R5D电子标签的最佳选择 以仓储物流应用为例 R5D电子标签可以记录货物的生产地 评管资讯运送流程 仓储管理记录等 不但为业者节省管理成本 更保障消费者的权利 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成为业者服务价值的新企迹 那你知道做包装的通常我们不是直接面对低线的客户 我们可能是Walmart的其他的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呢 它对于这个R5D 因为R5D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就把这个问题又往后丢 那变成是包装厂商 我们最底层提供包装厂商的这些公司 会收到这个要求 那阵容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不同的客户都feedback的这个情形 要求我们要来提供这个服务 但是大家都是看到Walmart这个契机 甚至它收到这些要求 所以阵容因为收到好几个客户的要求以后 那我们就成立这个R5D的专案的一个组织 2003年投入R5D技术研发与检测的阵容 当初为了满足指向客户对于R5D的需求 进而开发不同的R5D应用与技术 其中结合R5D的包装箱 更成为阵容职业的新商品 2005年与工研院合作的R5D应用标准实验中心 更获得全球标准EPC Global组织 评选为全球四大标准中心 观察整个亚洲这一块来讲 台湾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不单单只有工艺员的投入 其实还有整个工部门 从学校教育部国科会这边 都有积极的配合 从人才培育技术研发 它其实是有一个整个program在推动 我们其实也开发了一个技术 把所谓的reader缩小化 那直接就可以跟手机结合 大家可以想象 当你到了大卖场的时候 你看到某一项有兴趣的这个食品 你其实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里面有这个所谓的R5D的reader 就可以直接刷这个所谓的这个食品条码 课读取承载资料的特性 使得R5D电子标签 可以称为产品的身份证 除了应用在消费者做食品履历查询之外 贴上R5D电子标签的包装纸箱 更称为台湾业者 极具竞争力的服务价值应用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也是承这个HP的要求 所以它就只有三种的电子标签 让我们挑 那在这个包装箱上面 我们重新设计以后 我们让它三种标签都可以达到一样的读取率跟读取率 非常的稳定 那HP公司它不需要再去做一些 买一些克制化的TAG 所以对它来讲 它用它原本 大宗同购买来TAG 就可以达到稳定的读取率跟读取率 为了提升读取率 阵容在标签与包裁设计上下足苦心 面对R5D应用领域上 常遇到的电波干扰问题 阵容更是深具信心 R5D系统的建立 无论是核心的IC设计晶片 微信读取机的量产研发 还是应用领域的创新突破 台湾都没有缺席 其实R5D的市场 现在还是以每年 什么讲 复合率有将近6到8个percent 一直在成长 那这是在UHF的部分 那HF的部分是很稳定 每年持续在成长 每年持续在成长 但这一两年 有受到美国或是欧洲的 这个金融风暴的一些影响 有稍微迟缓 然后那个成长的比例 有稍微压异了一点 不过我们长期来看 它还是一个蛮不错 由于我们对于 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 那还有一些就是 我们这些 Security的要求 人身的安全 社区的安全 或是在一些群体的活动的部分 这些的应用 都还是蛮不错的一个市场 那在基础面上面 我们认为以亚洲来观察 我们在UHF 就是超高频这一块 还是有某一个程度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 当然我们也算五六年前 有播种 有开始做布局 二方面是台湾在整个的 我们叫做component technology 或者IT产业 还是相当的强 我们从IC设计 IC制造 到量产 那RFID 在Reader也好 在Tag这边 其实都是属于IT产品的 所以说台湾在先天上 就有这个优势 那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如果在配合所谓 中国大陆现在积极在推的 所谓的物联网 那物联网里面很重要一块 也是跟RFID的应用有关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好的 前景可行